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10日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基層市民面對的警方 尤其是現在有消息傳 接下來學生哥上學不知道要不需要會日做快測 有些基層家長相當頭痛 原來不計的郵志可一計 發覺那個都很重的負擔 會日有快測、防疫用品等等 究竟情況如何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相亦都跟進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子女服貨反效是需要快速測試 家長蓋碳支出購買一個月送 希望教育局代購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第五波疫情以來 香港人防疫支出激增 有基層家庭表示 疫情之下開工不足 家的經濟收入濁減 但是抗疫物資負擔沉重 隨著教育局預告服貨之後的學生 需要做快速測試 甚至一日一檢 衍生的額外開支約望2000元 他就說都相信等於一個月的買送錢 期望當局可以作出支援以減輕經濟負擔 有一項調查顯示 七成多的受訪者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 基層家庭有甚 另外有五成八的受訪者 認同防疫物資支出 對家庭經濟構成壓力 負責調查的組織表示 社會陸續全面復工 呼籲企業應該要承擔員工快速測試費用 共度時間 另外教育局也爭取優惠價格 應該要統一訂購快速抗原測試包 減輕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吳太表示家裡有腦有亂 包括兩位8歲和11歲的子女 從事飲食業的丈夫是全家主要收入來源 但自從疫情以來長期開工不足 平均月入萬多元 更加在今年2月底失業到近日才能夠重新投入職場 他就說 但就是每三天都要休一天 自己就從事家務助理兼職幫忙加計 但自從停貨之後 因爲要照顧子女 所以都要暫停工作 他提到 疫情以來抗疫物資害致沉重 他們一家人曾經在2月底確診 情報個案之後曾經致電政府熱線求助 就說 但一直都等不到打不通 終於有一次成功打了進去 但對方就說要等一等 結果等了整個禮拜 都是沒有人回覆的 他就說 至今仍然未收過港府的確診物資 就說 早幾天衛生署有人打來說不好意思 因爲疫情很繁忙 但我們都已經康復了 不過由於憂慮有再度感染的風險 影響家裡的長者和小朋友 所以丈夫開工之前都會進行快速測試 他又估計 若果當局要求復貨之後 每天都要做快速檢測的話 家裡額外開支要2000元 他就說都相等於一個月的買送錢 他期望學校可以優惠價格代訂 以減輕經濟負擔 胡太就有三位子女 分別是4歲、6歲和16歲 他就說由於子女年幼 擔心會有感染的風險 所以自從新年以來 只曾經外出過一次 而他會兩個禮拜 就外出一次買菜 他就說 他們站在椅子上看著公園 問我為何不可以出去 但我看新聞說 感染後很多後遺症 所以一直都不敢 他提到復貨之後 需要為子女加強防疫 構成經濟壓力 他就說三個子女 一日買快七包都80元 一個月差不多2000元 還有口罩呢? 一個小朋友一日都要用兩個 期望港府或者教育局 可以加強對基層家庭的支援 青年新世界 在今個月2日到7日期間 成功用問卷和電話 訪問了276個家庭 結果顯示 8成7的受訪者擔心自己 或者家人感染 7成多的受訪者家庭的經濟 受到疫情影響 當中基層家庭尤其嚴重 5成8的受訪者就認同 防疫物資的支出 對家庭經濟構成壓力 不過只有若莫4成4的受訪者 認同社會上有足夠的確診者 和對他們的家人支援的服務 青年新世界 引述統計處的數據指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 一般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是2.7人 住戶每個月的入息中位數是2萬8元 按此推算 每人一日使用2個口罩 並進行一次快測 都是各以1元和15元計算 一個家庭單是用於口罩和快測 每個月的支出已經是約1,400元 佔整體的每月入息5% 還未算買其他防疫物資 消毒藥水、消毒紙巾、漂白水等等 青年新世界的義務總幹事陳嘉敏表示 隨著港府承認和推廣快速抗原測試 而且社會陸續全面復工 呼籲企業應該要承擔員工快測的費用 與員工共度時間 香港政府也應該要定期向特定感染高危行業 例如清潔工、物業管理等等 派發快速測試包 減輕基層員工的負擔 至於學生服貨之後的快測安排 青年新世界就建議教育局 爭取優惠價格 統一訂購快速抗原測試包 透過學校向學生派發 以舒緩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 一口氣和各位網友看過這一則最新的消息 這一則消息和各位基層市民非常之有關 亦感激相關機構有做一些調查 看到基層市民這幾個月 只買過防疫物資都買窮理 其實如果認真計算的話 有機會相等於一個月的買送錢 既是如此 都是那句 現在就說未來有機會復課 兼且有機會學生每天上學之前要做快測 只買個快測包 我當你很便宜也好都是一個支出 還有口罩、消毒液等等 於是對不少基層家長來說是非常白常加根 現在就有一個倡議 就是希望教育局能夠有優惠價給一些 學童家長可以訂購這個防疫包 既然礦仔說不止的 應該要派錢 說的是防疫津貼 若然九個家長有小朋友上學 尤其是要 派一個防疫津貼 很簡單 學校派填章通告 每個月可能拿到你千多二千元就買這個口罩用 買快測用 這樣才能夠舒緩到基層家長 尤其是現在基層有很多人 基本上已經手停口停 沒有上班 只是拿了你一筆東西 那個的失業門助金 才叫做有一點點幫助 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十一聲用完 就買防疫物資 結果在這個情況下 越來越多聲音 是希望支援基層家長 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贊不贊成在這裏能夠有個津貼額 用派錢派現金的方式處理 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另一邊相亦都跟進一下 今天的死亡數字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第五波疫情 再多65人離世 金波累計8557人死亡 25人離自院舍 對礦仔來說 真真正正期待死亡數字回落 直到零 老實說 每一個人因為這個疫情而死亡 都相當之冤枉 所以現在那個死亡數字 仍然維持在兩位數 希望能夠再跌得快一點點 希望真正能夠先做到 這個零死亡的目標 另一邊相亦都跟各位跟進一下 社區新聞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中年向夏城門水塘抄折徑 墮波 頭破血流 今天已經是第二中 報導的來問是 近日打卡熱點的夏城門水塘 再發生墮波的意外 今天中午12點多 一位中年男人和朋友 在水塘一帶行山 而此行走三波折徑時意外 線腳跌低 直到約摩十米山坡 至頭破血流 同行的朋友立即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替他包紮後 再送院治理 這次是夏城門水塘兩日之內 第二中意外 昨日4月9日 一位54歲姓關的男子 在夏城門水塘行山期間 懷疑失足 導致約摩三十米下的山坡 最終相重不治 夏城門水塘近日出現 剛確切歸裂 仿如遭受嚴重罕災的奇境 連日來吸引了不少市民參觀 當中也有不少是軟觸客 在現場漫步並打卡留念 各位網友真的要留意 尤其是平時喜歡行山的 各位網友 平時礦仔行山都遇到不少 在Youtube認識的網友 但這件事大家要留心 因為近期夏城門水塘 的確是奇境 但老實說 昨天有一宗意外 是有一位行山的朋友過了身 希望死者安息 另一雙今天再有傷者 既是如此 大家行經這個夏城門水塘的時間 真是要萬分小心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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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